那接下來在波的疊加這個概念裡面呢 我們要來做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民國78年聯考題 那這個東西是要考你做圖 畫圖 那我們先看懂這個題目 他說一個神上正在傳遞一個正力跟倒力的兩個三角波 A跟B 那在T等於0的時候波形如圖一所示 在T等於大T的時候波形如圖二所示 那在T等於四分之一大T的時候 它的波形到底怎麼樣 好 這個題目考你做圖 他說畫圖表示 而且要標明這個重軸跟橫軸的刻度 就是現在這個正幅3啊 這個正幅負3啊 這個坐標我們都要把它標出來 那基本上這個題目呢 很多人會誤會一件事情 誤會什麼事呢 老師 原來是這個波形 很像是一個正全函數的波形 等一下變成怎麼樣 等一下變成這個波形 其實不太對 現在這是一個三角波 這個B呢也是一個三角波 這兩個波是獨立的 A有一個三角波 B有一個三角波 這兩個三角波是獨立的 A呢它會往右走 B呢會往左傳 A會往右走 B會往左傳 所以不是說一個很像是一個Sine 很像是一個Sine的波 它是一個A往右 B往左 兩個波呢開始疊加 好那你說老師這個還是沒什麼感覺啊 那基本上我說過啦 波這一張最難的就是波會動這件事情 很多人沒有感覺 所以我先給大家呢看一下這個動畫 好 現在兩個三角波開始疊加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正幅呢 Y等於Y1加Y2 每一點通通都要怎麼樣都要加 好 而且還要隨時間動啊 好 它又不是兩個靜態的圖 好 剛剛聯考考是靜態的圖 那這個其實是動態的圖 它還要隨時間 還要做每一點怎麼樣 每一點的疊加 當然這個最適合用電腦去看啊 好 那當然如果我們現在再看 好 慢動作 好 分解一次 現在是兩個怎麼樣 兩個同向三角波的疊加 好 可是呢 其實聯考考的不是同向三角波 它考的是反向三角波 好 反向就是一個往上一個往下 波風波谷相對 這是反向三角波的疊加 那當然這是動態的過程啊 好 那我們再看一次這個慢動作分解 慢動作分解 那我們現在呢就要來畫畫看 那中間在這個疊加的過程中 好 它到底會變成什麼樣的形狀 好 那這時候就要考大家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就要怎麼樣 就在講義上呢 我幫大家把格子呢先畫好 那你要先看清楚上面這個A波 好 上面這個A波 我用怎麼樣呢 我用這個紅色的這個線代表 B呢 我用怎麼樣 我用綠色的這個線代表 那原來A呢 它的坐標是零 是兩個端點的坐標是零四 好 那經過怎麼樣 經過一個週期以後 好 它會跑到四八 好 你看講義上呢 原來這個題目的圖 如果原來呢 在零四 經過一個大梯跑到四八 也就是經過一個大梯 它前進了四個單位的距離 經過一個大梯它前進了四個單位的距離 那四分之一大梯呢 那它只前進了一個單位的距離 也就是它從零四跑到哪裏 跑到一五 好 所以坐標這裡是一 坐標這裡是五 好 那在講義上呢 第一個圖我幫大家畫上去的 那你把坐標呢 把它標上去 好 這個坐標怎麼樣 坐標跑到一五這個地方 那B波呢 好 就是原來在綠色這個形狀 它原來坐標是在四八 你看一次 這個講義上原來這個圖 好 它原來坐標是四八 那經過一個大梯以後跑到零四 從四八跑到零四 一樣前進了四個單位 那如果前進四個單位 那四分之一周期應該只前進一個單位 所以它從四八前進到三七 那換這個算這種題目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它就是要你畫圖 好 所以這個一個坐標呢 我們把它標出來一個是一五 好 峰值在三 好 那B的話呢 跑到三七 這個峰值在五 那現在就開始疊加 對啊 那怎麼疊加呢 怎麼疊加呢 好 那我們剛剛講 每一點 每一點都要遵守 Y等於Y1加Y2 可是其實我們要分做三個部分來看 這一條線的左邊 跟這一條線的右邊 跟這兩條線的中間 這個波的疊加 我們分做這三個部分來看 這一條線的左邊 這一條線的右邊 跟這兩條線的中間 那在這一條線的左邊 因為只有A有正伏 B沒有正伏 所以疊加就是A 各位 在這一條線的左邊 A有正伏 B沒有正伏 B的正伏是0 所以疊加就是A 通常道理 在這一條線的右邊 這個B有正伏 A沒有正伏 所以疊加就是B 這個B有正伏 A沒有正伏 疊加就是B 所以關鍵在中間 這個中間這個過程呢 好 那疊加以後 那到底怎麼畫呢 這中間疊加這個過程 到底怎麼畫 那這就要考大家一個概念了 因為直線 跟直線相加 會變什麼線呢 各位 直線加直線會變直線 一次函數加一次函數 不是二次函數 二次函數是拋五線 直線加直線 還是直線 那幾個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呢 各位幾個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兩個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要找中間這一段的兩個點來加 那哪兩個點來加最簡單呢 好 那就是這個點 因為這個是波峰 這個是最高 而V這是0 最高加0就是最高 各位 最高加0就是最高 那對於V來講的話 這是最低 最低加上這個0 最低加0就是最低 各位 在這兩條線中間的疊加 直線加直線 就是直線 兩個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我們就找哪兩個點 找這個點 跟這個點 所以你看中間我把它連起來 把它連起來 所以最後它的波形就像 一二三分三段 就是分一二三這三段 所以這個其實在考你怎麼樣 考你畫圖 並沒有非常非常的複雜 但是呢你就必須要把怎麼樣 把這個圖呢 把這個圖 把這個坐標一個一個把它標出來 那水平坐標 現在說都要把它標出來 才會符合這個題目的要求 那當然在講義上呢 好 我再提供了幾個圖 你可以繼續畫畫看 那四分之二T會變怎麼樣 四分之三T會怎麼樣 四分之四T會怎麼樣 那甚至我們可以畫更高難度的 八分之一T會怎麼樣 八分之三T會怎麼樣 那到時候呢 這個分的這個段數就怎麼樣 就更多了 所以聯考考說四分之一大T的波形 相對來講還是屬於比較簡單的狀況 那等一下呢 你自己在假意上自己畫一次 不懂的部分呢 隨時回來看這個影片 這樣才能夠有最好的學習效果